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的观战来观战一下S1的小提琴 心理病患杂技前锋 抓人的话,这局前期抓人不会特别顺 因为这几个人的话,要么血厚,要么自带位移 不是那么好抓的,上来说实话,我觉得四个人抓 前锋一般不太会去抓 然后其他三个人差不多 我刚才这个结论呢,我相信有一说一,我们的观众也是认可的 总不会有人觉得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大家既然都是往这方面想的,这个锅就只能大家一起背 总不能说是因为我的缘故吧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应该也不是这么绝情的,大家一起背 我们都是这么觉得的,对吧 观众的力量占据主导,我只是把这个话作为一个代表说了出来而已 你们是不是觉得杂技,心理,病患 遇到一个小金家,还是个插眼的小提琴 我觉得你说牵制个80秒不过分吧 甚至牵制的好,这100秒120秒都是有可能的 这边应该是一波直接挂飞了 挂飞以后后续 前锋拉球,哎,这里,哇,这,捞不下来 尴尬,交了半颗球,想要尝试一波 但是没能成,那局势已经是崩塌之势了 这边找到杂技,摇音符给你减要素打一刀 或者说摇音符,拉弦,风走位,打一刀都可以 慢慢来就可以了,他这边只要做到击倒就可以了 说实话,这波只要击倒,基本上就是一个尾影版 还有插眼,我这插眼都没想 哎,好的,一个反跳,呦,这个跳可以啊 发现前面有咸风珠,我往后面跳,也是一个交互点 哎,这边小天好像突然是丢失了视野 绕了一圈,没找到这边的杂技 再补衣服,这边的话其实补衣服没有用了 因为他已经三层一步补满了 贴边绕过来,拉弦 杂技没有 没有球 拖是拖得很,很好了 杂技刚才那颗球跳得真的很不错 但也仅仅仅就是不错了 能怎么办呢,一个杂技能逆天吗 不可能啊 调音符,闲补,好,这边有减速啊 可以啊,真不错 有一说一杂技,这里的牵制是真的不错了 过来一刀震射 好,算一下机子 呃,四台机倒是确实都已经修过了50%,但又能怎么样呢 你要说四台机不能连成一条线对吧 比如说一台机子 就四台机合成一台 总共差大概180% 我一台修完 那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还有四人CAM战 三人CAM战的可能性 压死就一波差不多 但你要考虑到跑命软机啊什么的 前锋得卡牌先救一波 然后杂技拉走 前锋把这边机子修掉 还要考虑到心理学家那边机子修完以后再来救 实际上没来讲 应该是完全不够的 应该是完全不够的 但这边 无穷洞 要放一个大范围的无穷洞 弹弹弹 没弹到 没弹到 杂技再拖 前锋来宝吗 宝 我觉得没什么可保的了 有底牌的话甚至可以切个金身 你但凡来保 我打你的 不过小地亚应该是不知道前锋 交了半颗球 尝试去捞这个病患的 先补一个眼 回声过来 牵起来前锋撞 一刀 好的 再补完美 尽力了 这个局就是一个近人是听天命的局 心理虾再捞一波 捞一波可以 这机子差的就有点远 一台差一半 一台差大概30 等着 来 过来救 心理虾好像没想法 没想法 那你这边修机 我这边挂前锋 挂上前锋以后 我记得好像他天赋上面一般来说会带个底牌 刚才也没有留意他有没有彩板加速 三血心理虾加跳地窖 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这个局能跳个地窖 我觉得都是雪钻 我们就来看 镜头给了心理虾 这边的话绕一圈 能不能走一个地窖 他如果说能够熬到前锋挂飞 还没被找到的话是有机会的 他这边大家注意他的走位 他不断的在动 这样的话你就能很难通过一个耳鸣来排到他 然后绕着绕着绕着过去 补一下密码机 点一下密码机 然后把自己的乌鸦给削掉 不断的绕不断的绕 打游击战 蹲一蹲 很细节 等一等 机子先不动 切船 切放狗了 放狗你也留不住 人家三血 一咸一刀 留不住留不住留不住 可以可以 他最后的游击战打得很好 能够跑一个地窖 就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 要闲 加无穷洞 可以 但是他这边的走位也是很稀 往另外一边走 你无穷就拿不到我 应该是有过考虑的 该拿个笔记本部下见 以后别别 看 你别别